槟城北海一名单亲妈妈离开引君子丈夫后 独立抚养六名孩子 但是身为散工的她 一天才只能赚三十令吉的微薄薪资 一家七口生活有多艰辛 可想而知 一家人因为长期入不敷出 不但拖欠了七十个月的租金 还因为拖欠水电费而遭到当局切断了水电供应 孩子们晚间只能依靠窗外路灯的余光温习功课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 贫苦的一家人遇上了贵人 暂时度过生活的喊动 来自槟城北海的四十岁单亲妈妈 西蒂麦木娜和因为吸毒而入狱的丈夫离婚后 独立撑起一头家 靠着每个月当散工赚取的微薄薪资 抚养六名孩子 基于长期入不敷出 她根本没有能力偿还人民组屋 每个月一百令吉的租金 结果一欠就是七十个月 共计超过七千二百令吉 更糟的是 国能和槟城供水机构 因为他们拖欠水电费 而切断了水电供应 孩子们每到夜晚只能抹黑生活 依靠窗外微弱的路灯 或是屋外走廊的灯光 温习功课 冰城超级摩托队爱心组得知消息后 决定协助这名单亲母亲一臂之力 协助她全数偿还拖欠的租金和水电费 并为这家人提供日常用品和粮食 协助他们走过艰苦日子 热心人士雪中送炭 叫西地感动和感激 他说他会教育孩子 长大后要像这些善心人士一样 协助有需要的人回馈社会 NTV7 槟城采访报道